我喜欢黄色 所以我要做一条黄裙子 然后再加上我喜欢的珍珠项链和蝴蝶结 我漂亮的黄裙子就做好了 光经理 你觉得怎么样 看起来还是太淡淀了 太淡淀了嘛 娘娘 这就是你做的裙子 看起来很一般啊 看来这次衣服设计大赛的第一 非我莫属了 娘娘 你别得意得太早 最后肯定是我赢过你 这可不一定 我的衣服可比你的衣服好看多了 这个娘娘真是太可恶了 可是我的衣服真的有这么普通吗 不如这样 我帮你给衣服加上翅膀装饰 现在看上去好看多了 太好了 这样子我的衣服 一定就是最好看的了 妹妹你看 我的新衣服怎么样 挺好看的 这是我要和娘娘比赛的衣服 我害怕比不过娘娘 妹妹 你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当然没问题了 我觉得只有黄色是不是太单调了 太单调了嘛 那妹妹 你说应该怎么办 不如 你在胸前加一朵小红花 感觉还是有点单调 要不然加一半顾色吧 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好多了 娘娘 你一定可以拿第一的 太好了 谢谢你了 妹妹 娘娘 你的衣服不行 又怎么了 妹妹和光精灵可是都帮我把关了 娘娘 你的衣服一点都不酷 应该要加上一点酷酷的元素 酷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很简单 我们给裙子后面加上披风 然后加上一把玩具件 现在看起来就好多了 可是这样真的好看吗 当然了 娘娘你可要相信我 好吧 毕竟多一个人帮助肯定总是好的 我再去让大龙帮我抽出主意 这件衣服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不够有趣 有趣 可是衣服要怎么有趣 让我想想啊 有了 我们在你的衣服上贴上一个笑脸贴画吧 行 就听你的 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太好了 这样我一定可以赢过牛牛拿第一的 这是我做的衣服 是不是很好看啊 牛牛衣服的完成度不错 给牛牛八十分 牛牛 你才八十分 我的衣服一定是一百分 涛藏老师 你快给我打分吧 娘娘 你的衣服设计的好乱啊 看起来既不好看也不实用 我只能给你零分 那看来 这次的第一名是我了 为什么 我的衣服明明是大家一起帮我设计的 并不是盲目相信别人的意见就好的 我们做事情还应该有自己的主见 可以吸取别人建议好的部分 但是绝不能没有主心骨 我知道了 小朋友们 你们做事情也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